三分球大赛 我们来看看 卢健豪 这是给大家聊一下蛮深刻印象的 卢健豪的投篮 大家刚才已经是领教过 确实触手得非常快 投篮动作很轻松 光定位投篮其实还行 第一个点底角 进了两个 感觉来了 同样也是两个 稍稍偏出一些 最后一球投了点 稍急了 看一下这个money ball 发球 节奏有一点点被破坏 时间其实完全够 球没拿好力量轻了 发球点投得不错 再进一个 可惜了 发球点是进了三个 越投越好 最后这一个 17分的得分稍稍有点低 再看一个操远距离 这投篮时间是68秒 68秒的主要就是最后一个超远 基本上就是说五个点 每个点五个球的话 一分钟就得够 是 四个 第二个点投得不错 45度角确实是他蛮准的 一会儿右侧的45度角呢 确实就是他的花球点 圈顶啊 这个赛季他才20% 但是现在的比赛当中 发挥的还不错 最准的点啊 有了 再来一个 顺了 看最后一球花球 有 这点确实准啊 现在是已经超过了卢健豪 来到底角 时间完全够 稳一稳 蹦出来 看一个远距离 时间刚好 压哨的出手 差一点点 他投篮的出手比较稳定 第一个点击了三个 此速度角 他压万那下很漂亮 他压万那下 对于球的这个控制力 一看这个手腕 确实是 有一定的力量 花球点是在弧顶啊 前两个球没进 争取最后又要进 有啊 有了 这个后面容错力不高 没错 最后还有五个常规的球 这是他最准的点啊 比特币天最准的点 18 第十九分 看一个超远距离怎么样 稳一稳 还有时间呢 有 漂亮 第一个点进了四个 嗯 进了四 低脚确实准 他的花球点是在圈顶 哇 这个状态可以啊 是 哇 无情的偷懒机器啊 是拿两点拿了八分 可以 花球来了 继续命中 十二 还是连续的进 十四 十六 这个球高了 高了 十八吗 十六分 崩出来 还有两个常规的点 继续保持 保持正常命中率就行了 哇 每个点进四个 嗯 哇 再进一个 哦 还是进了四个 就保证了百分之八十的 投资能力 是 再进 这球怎么样 稍稍天出 二十三分 二十三分最高啊 现在 蛮正的 添了一点点 一分 两分 哇哦 手手很柔软 第一点进了三个 保持节奏 非常稳 嗯 固定还太体力了 没错 固定是他的踩球点 再次命中 进了三个 进了三个 踩球 也是进了三个 看最后的一点 感觉力量有点不太够 是 最后 这个点很重要啊 最后 力量不够 确实力量 对 重一些 哦 还是没进 力量没控制锯 手有点硬 找到感觉以后 看看后面怎么样 看一下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进了两个 换球 从比赛当中呢 固定是他最不准的一个点 31%的三分钟率 嗯 这样的话 比较大 对 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对对 第一点没偷好以后呢 其林自己一直在做这个调整 没调整过来 嗯 12分 11分 投到最后个点 感觉好一点 是 12分 最后还有一个超远 时间没问题 也没 两个底角 非常的准 都是过了50%的命中率 上来之后 连进两个 第三个 断了一下 第四个续上 第一个点进了三个 十三分 五分 六分 七分 十 八分 手感相当的柔和啊 他的凑手就定型特别好 没错 那当然在三分大赛的时候呢 也是要提醒各位 李宁给大家带来全新的 李宁的因素12 这个球鞋的能够是成为 赛场的速度霸主 原赛也确实力不做 花球点 都记 他这正常发挥的话 投篮确实太有把握 现在已经是圈上最高了 呵呵 月头也来记 最后崩出来 还剩下七秒钟 还剩下七秒钟充足的时间 时间速度有余 没有命中 二十 我考人 我考人措手比较快 第一点进了三个 踩球点也是在圈顶 也是三个 看踩球点 前两个 前两个都没有 第三个开始有了 踩球点进了两个 哦 连续命中 目前14分 最后一球 目前是15分进的话 18分 3 2 1 第一点 三球命中 有彩线 是有彩线 看一下花球点 这样就比较悬了 这个花球投得太差 全部命中的话呢 是22分 现在已经投丢了一个了 目前的分数跟麒麟是打平的 可能满蓝再往后走了 但是至少摆脱了最糟糕的这个尴尬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 罗切斯特定格的话呢 是元帅 贾明竹还有王瑞泽 可以 如果还是十中九或十中八 那别人很难有机会 中手处或者他就是颠头 就是他确实投篮技术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三分球大赛还是颠头是更便宜 你看王瑞泽这种颠头 你说他打实战的时候 他的中距离不可能这么投篮吗 出不了手 那不可能这么投篮吗 出不了手 他就是在打实战当中 他的三分球也不可能这么投 他应该会跳得更高一点 十中 看中间 花球篮 这儿王瑞泽最准的是圈顶 严重三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三个 三个算可以 这个夺冠啊 大家的目标 真是给瞄着25分以上 要不然很难投过元帅 对 很难 你要讲赢元帅说实话 赢元帅他差 他也不会有多差 对 25分是一个标准线 套远三分 投得确实不好 套远三分即使投进了17分 这是筹单的热区啊 贾明铺在右侧 低角抽到66% 他最后收官是右侧低角 2个 还挺不错啊 还挺不错啊 他这个区域投到50% 两个低角准 45度 投得不错 稳 不错 这个 投得稍微大一点 这个有气啊 8分有气 中间5个花球 看看怎么样 10分 看花球进几个 2个 3个 这好准啊 4个 这也行啊 16分 这个25分有机会 没个点丢一个就 20 20 20 通板子的话是28 通板子是28 21 22 有压力了 23 不会吧 24 他就有66% 通板27分 看看超越3分 哎呦 这已经很恐怖了 2 2 4分 有机会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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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3分 4分 我的天啊 真蠢啊 真是代言词啊 1个不丢 1个不丢啊 7分 8分 9分 9分 10中9 10中9 11中10 跟跟 13中11 跟跟 14中11 15中12 15中12啊 同志们 八球车 怎么样 都在右头四五座 他最准的点 他喜欢这个点 对 70%嘛 70%啊 20分了 这个跟甲明书一样啊 童板28分 这是一个无情的投篮机 童板28分22 23 已经要超 24 进了就有 25 全到28 真厉害 太硬 真准啊 而且他还快 你看他最后还剩5秒 超远3分 他比前两个人剩的时间都长 我觉得今天很幸运吧 我带着我的家人 我的老婆孩子 能来到现场 能一起观看我的这个 可以说是今天比较 比较经典的一个比赛吧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三分水平相对来说要比较高吧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也取得了冠军 很幸运 很幸运